接下来这位好像自己也是演员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牛车来去的执行助理张景洪 同时我自己也有演出其中一个角色叫做霍流 在台南拍摄这半年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是也让我收获非常多 对于 这一条路 是紧张还是忘词 没有关系 我帮你想 紧张还是忘词 我们就说紧张就好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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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感动 感动 感动 感动说不出话来 谢谢 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 算要怎样 你看今天金庄奖入围的 实际终于搞得跟戏剧一样 那个光小姐还去露营 奇怪 结果 戏剧变成实际秀 这不要乱讲了 网内互打不少 对 就在说你们两个 情侣党也很多 终于等到你们了 还有很多第一次入围戏剧的小白 你个白 张哥 瞧瞧 显玲 你可以开始拍了吗 开场影片 导演 我不想拍了 我想直接出去跟他们说话 喂 这个脚本我们想一个多月了 导演 没关系 你找蔡淑珍演就好了 她如果女角很会演 我还要出去主持金钟奖了 祝你幸福 她比女要快抱着 欢迎第五十八届金钟奖颁奖典礼 戏剧类主持人 钟兴玲 欢迎来到第五十八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 我是今天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钟兴玲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每年在国馆的这个时候 看到所有目前幕后的大家都穿得漂亮帅气 坐在这里 享受这个高光时刻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感动 今年特别开心 因为我们的戏剧不仅在台湾各大平台 还有国际串流平台上 都有很好的收视成绩 而且我们也受到国外奖项的肯定 恭喜薛盛林 还有陈妍妃以及高慧君掌声 台湾演员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真的好棒喔 当然今天还有很多金钟奖的新面孔 欢迎金马以后贵伦梅 小梅 以及金曲奖最佳乐团主唱大正哥杨大正 还有跟哥哥长得很像 但是演技没在恐龙让泥的李明中欢迎 很开心你们一起看到这么多精彩的入围名单 就知道这次评审有多么的伤脑筋 谢谢评审团总招唐美云美云姐 美云姐带你的评审团们 在哪里站起来挥挥手好吗 评审团谢谢你们辛苦了 日以继夜的看片哪 真的非常辛苦 眼睛都花了对不对 谢谢你们 好的典礼就跟信仰 希望遇到很多人热血的同物 谢谢评审们的热血在此掌声鼓励 相信很多戏剧人都觉得 拍戏虽然像苦行僧 但是只要听到掌声 观众喜欢 看着戏跟着我们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抚慰心灵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谢谢台下的你们 今天交出这么棒的作品 也请给努力的自己掌声鼓励鼓励 太棒了 真的非常棒 谢谢你们 谢谢 所以接下来要颁发这个奖项 非常重要 它是由观众票选的 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 完全来自于观众的投票 那这次人气奖的接奖人 也非常特别 我们邀请到进入绝选的五部戏中 非常重要的小螺丝丁 因为他们的全力同物 完成了这么棒的作品 所以非常值得来担任我们的接奖人 欢迎他们出场 欢迎 从幕后走到幕前喔 一样很帅很美喔 只是应该蛮紧张的喔 好 恭喜五位 那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模仿泛》的副导演陈伯燕 《模仿泛》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 因为它有很多的困难以及挑战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很常感觉到其实是痛苦跟不安 不过我们拥有很多优秀温暖 而且坚强的工作人员一起努力 然后很高兴《模仿泛》可以获得观众们的喜爱 谢谢大家 谢谢附导 下一位 你应该是rap歌手吧你 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人选之人》《照浪者》的执行制片赵家良 欢迎 这部作品在我从事幕后工作以来 是影响我非常深的事情 不论是导演的卓越的视野 或是演员敬业的态度 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 这段经验让我感受到卓越的成长 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担任接奖人 谢谢 其实我们看幕后工作人员很有趣 从开拍看到她 到我们拍完的时候 她的那个皮肤色差大概三度左右 看起来有没有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 蔡宇童 生活制片 不好意思 我现在 救命是AKA 蔡佩馨 女外科是我第一支医疗剧 谢谢女外科 让我遇见这么优秀的制作人 演员及工作人员 我们共同努力 克服预算 辛苦且快乐地完成这部作品 我爱女外科 也谢谢喜欢这部片的大家 医疗片真的非常的难拍 来 你呢 大家好 我是她和她的她的制片周佳怡 谢谢一起克服疫情的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 这部片在播出之后 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关爱和讨论 谢谢你们 希望这个世界 也像我们 离我们理想中更靠近了一点 谢谢观众 谢谢 其实有时候不只是我们抚慰观众 其实更多是观众抚慰我们 接下来这位 好像自己也是演员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牛车来去的执行助理张景洪 同时我自己也有演出其中一个角色 叫做霍流 在台南拍摄这半年 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是也让我收获非常多 对于 这一条路 是紧张还是忘词 没有关系 我帮你想 紧张还是忘词 我们就说紧张就好 感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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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感动 感动 感动说不出话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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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说真的 他在里头演得很好 我那时候还想说 这个是谁 就才发现 他是工作人员 然后自己又上去演戏 所以导演真的会演是英雄 谢谢 五位精彩的工作人员 现在我们要正式揭晓 第58届金钟奖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 其实每一部入围绝选的作品 都已经得到观众最大的肯定 但是 我们这里还是有个信封 谢谢 当我等一下揭开这个信封 把这个信封拿到你面前的时候 请你用尽吃奶的力气 大声念出你们戏的名字 不好意思 紧张 大声念出来 不好意思 模仿饭 恭喜模仿饭 第58届金钟奖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 得奖的是 模仿饭大哥 恭喜 来 来 请我们的接奖人为我们颁奖 副导 副导直接颁奖 来 副导颁奖 来 副导颁奖 一切帮助我们拿到这个奖的所有大价 10年前我许了一个愿 希望台湾可以编成一个类型剧的一个卧土 然后2020年我们做了《谁是贝亡者》 2023年我们带来了《模仿饭》 然后《模仿饭》是一个我们试图 用一个有别于我们以往的创作方式 然后改编一个名著 然后挑战国际的一个作品 所以可以用这个作品拿到观众的这个奖非常开心 作为影视工作者 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观众可以在 看到我们的故事的观影过程中 一起哭一起笑 可是现实是 大部分时刻我们是看到观众的评论 我们影视工作者在那边哭 在那边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拿到奖是我们所有影视工作者的荣耀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讲英文 Hello we are GRX Studio Greengrass We appreciate and thank Netflix and the global audience give Copycat Killer team the strongest support which made us global number 2 especially on Japan 好鐵网 Taitland Kopunakap Taitland Vietnam KambenVietnam TheNew Hong Kong Singapore Malaysia Turimakashi Indonesia 和台湾 什么感谢台湾的观众朋友 不然就支持 今晚 今晚 你能看到 很多台湾 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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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者 制作者 台湾 drama 是准备到世界上 看来 我们来 谢谢 谢谢班长人 也恭喜得奖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